梅西跑步也不快 李博士您在开玩笑吗 去网上查查就能知道 梅西巅峰时期的速度是32.5公里每秒 他虽然不是最快的 但肯定不能说不快 难不成您把黄金矿工当成梅西了 您看过阿根廷比赛 女王爷照耀梅西 足球地上踢最好的是谁啊 钱石铭 你怎么算 很多人都说梅西和C罗是钱石铭的 对不起 历史钱石铭肯定没这俩人 这是因为什么呀 我说的所有话都是数据 没有出过牛的 人不能够自大 哎呀 我了不起了 我比谁都强 那就坏了 我出的实力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梅西C罗哪个牛 俩人我觉得都很厉害 但是你们要说他们是球王 我觉得不是 就完全是商业炒作出来的 李博士 我怎么记得 您以前说过梅西是球王呢 不信请看 对吧 那梅西跑步也不快 但是人家照样是球王 对吧 但是你们要说他们是球王 我觉得不是 但是人家照样是球王 但是你们要说他们是球王 不是 你有点说瞎话不脱裤肠 没听说过 要疯这孩子 不是说八道吗 这不是 还有荷兰三剑客 对吧 这个古利特 李杰卡尔德和范巴斯腾 克鲁伊夫应该算一个 像普拉蒂尼就进不了了 就是进不了 这就跟那梅西差不多 留两名型数 不是荷兰三剑客和克鲁伊夫 也没有拿到世界杯冠军 为什么可以进入您的榜单 没拿过世界冠军可以 但是在没拿过世界冠军的雨里面 他是拿了一次世界杯亚军 另外一次他没上 也是世界杯亚军 对吧 您这不是双标吗 问题问题在这 梅西的表现在哪了呢 对吧 欧冠是表现不错 那本来也是一个造型计划 跟张姆斯似的 跟张姆斯似的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叫老头解坏的 老师你只认为 你认为的低俗叫低俗 我认为你就是个低俗的图别 那我就低俗了 好可以了 这话题可以结束了 拜拜 近日一段争吵视频 在网络传播 视频中显示 公式相声创始人李红业 与某网友直播连麦 现场因低俗之争展开讨论 讨论过程中 引发两人观点上的激烈争吵 一向能言善变的李红业 在此次连麦中 竟然被怼到无力反驳 视频在网络发布后 再次引发网友热议 如今以直播间讨论郭德纲相声 而博取关注 吸引眼球的李红业 依然借题发挥 并在当晚直播中 直指郭德纲相声低俗 而此次 李红业用小孩能否收听 对位是否低俗的衡量标准 李红业更是面对广大在线网友 现场得出结论 低俗明显并不适合小朋友 李红业在借评判相声之由 曾郭德纲热度的同时 顺带讽刺对方作品三俗 随后便有网友对其做法无法接受 于是选择主动连麦李红业 对方在接通连麦后 首先向李红业公开解释道 相声作为舞台艺术表现形式 其具备反映日常生活的功能 所以贴近生活并生长在民间的相声 完全没必要与高雅一词相提并论 该网友更是补充道 成年人为相声主要受众群体 所以完全没必要带孩子去听 因为在他们的年龄段内 完全无法理解语言包袱 李红业在连麦中 多次试图打断该网友解释 却并未成功 甚至始终抓住 小孩子能不能这一论证 全程与网友钻牛角监视对峙 网友随后瞬间转换语言态度 从心平气和转至言语犀利 更是大声强调 相声本来就是大众化 生活化的艺术 你以为是你的公事相声 条条框框那么多 倒是高雅了 小孩子也能听了 但一点也不好笑 再看此时的李红业 已经被怼到怀疑人 他们聊聊这个 就是春晚他说江坤吧 江老师 著名的艺术大家 老艺术家 曲线主席 那本 今天上这个这个春晚 我也拍过视频 骂声一片 那为什么他顶着压力 还要上春晚 很多人就说了 说这是春晚导演 给他做的局 说为了就为了 让他丢人现眼 各位你们只知其不知其二 真正深随的意义是什么呀 咱们说江先生 72岁上春晚 我相信这也很可能是 他告别春晚演出的 最后一场 但为什么顶着压力要上 因为他要赛过 相声里边的大家 谁呀 马三丽先生 哎 这才是根 他为什么要比马三丽强 马三丽71岁 登台演出春晚 江坤72岁 登台演出春晚 这在相声历史上 也算是个奇迹 也是给江坤 人生 艺术人生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无论出自江坤 江老师的私人欲望 满足感 名利 还是出于整个相声史来讲 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传奇 所以说 这一点来讲 我们值得恭喜 哪怕是所有观众 一片哗然 都是骂声一片 没有夸他的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春晚72岁 江坤江先生登台演出 在相声历史上 他是第一人 而且以后 也很难有人再去超越 这一点 才是真正江坤 登上春晚的真正原因 24 hours later 不要跟我比数字行不行 我是理工科的博士 这点尊严还是得有的 公事相声李博士四大相声定律 一 专生本定律 看过我的相声超过十段以上的人 专生本考试一般都能通过 您不说相声 该研究专生本了 产房传喜讯 人也生了 听十段公事相声就能专生本 那还要学校干什么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就坏得很 二 相声排名定律 就两个半小时以内的演出 就是笑的次数排前十位的演出 肯定都是我的 郭德纲或者是什么嘉宾 或者是看新漫画 他们的演出 就是能排上去 也是实名以后 吹牛别吹大了 我说的所有话都是数据 没有吹过牛了 人不能够自大 哎呀 我了不起了 我比谁都强 那就坏了 我出的实力 什么都没有 三 百分之五十定律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你能搜到的 你能看到的 平时看到的 主流媒体上的相声 一半都是我写的 您是中国现儿界的 半壁相声 好 谢谢你啊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你信吗 你信吗 四 二十年定律 所以我相信 在二十年以内 不会有第二个五分 李博士 您太谦虚 二十年太少了 你让大家看一看 这鼻子 这眼睛 这脑袋刮的 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 什么 one hour later 诶 问问 马记同事打不打 侯不林先生 是 这个是问这个 我先说句话 你们单问马记打不打人 甭说打不打 或者打 或者没打 误说 这挨打人多了 据我知道 最有名的无仇演员 老前辈 印上张 最后跳河生死 千年有五生 叫小生春 活猴 不是那五叔 那爱多少打呀 金人 张远针 爱打 那是进气的 有个 唱那个黄梅戏的 颜凤英啊 爱打 红印女 爱打 还有一个 佟志玲 爱打 无数丘 多好的清音 爱打 怎么没人问 打人呢 爱打的 偏问这个呢 我纳闷 何说呢 这个问题在这儿 是 他本不是打跟没打 他牵扯一个相声 这个形式的 往下传承牛派问题 传承问题 根本在这儿 嗯 嗯 nice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都不一样的 对 感谢观看